那个杨玉莹和 其实我觉得模仿邓临君和杨玉莹 那么他俩其实他俩都算甜的 甜美的 但是甜还不是一样 因为杨玉莹是那种甜甜的 有点蜜蜜的那种感觉 小女生 我是一个幸运儿 因为我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 精彩的 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我的快乐 这就足够了 这一次的曲风呢 是经过专业的音乐总监 我之前进行编排过的 这个我的部分呢 就是R&B曲风 所以说呢 我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而对于舞蹈总监给我的舞蹈 我也是有点小挑战嘛 因为以前没有跳过这种 R&B曲风的东西 每一步要扎实 你到时候演出穿的是这个高峰鞋吗 哇你现在 对啊 如果你现在还穿这个高峰鞋就跳不了 你做高峰鞋来一次我看 就来你们两个接种 对 对对对对对 5678 1 二 三 四 继续 7 8 2 2 3 4 5 6 7 8 这个位置你都记得吗 你熟吗 没问题 真的 确定 确定 舞蹈老师编排的这一段舞蹈 其实是结合歌曲 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 王子与公主的童话 对于感情戏呢 我觉得 首先呢 给我配备了一个 非常英俊的dancer 我也希望在 跟dancer的互动中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能够把这种 王子与公主的感情演绎的很好 第一个呢 就是在短时间内 要记住 舞蹈老师给我们编排的 所有动作 第二呢 就是我跟舞者会有一个互动 这个互动呢 也要在我唱好歌的基础上进行 然后呢 陈刚老师也说 我的舞蹈 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力度 这些都是我需要加强的东西 嗯 那谁有意思呢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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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